好,那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螢幕上抓畫面的方式 那麼這個小軟體呢放在給各位的這個影像處理類裡面 影像處理類裡面,你點開裡面就有這個PickPick 裡面呢會有一個小畫家的那個盤,那個畫盤 你執行了之後呢,各位在你的右下角應該也會看到 在這邊,這邊會看到這個小畫盤 小畫家那個圖示,那麼你不管按左鍵或右鍵都可以 好,我們先來試看看 一般來說其實我們網頁上螢幕上最常見的大概就像這樣 比如說我在這邊,我要把這個畫面抓下來,我看這裡好了 好,我要抓這個畫面,那點了之後呢 這邊就有螢幕截取的功能,事實上它不只螢幕截取 還有很多,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常見的其實我們大部分會用的就是螢幕裡面某一個區塊而已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做這個報告啦,還是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就來這邊抓什麼,抓這個叫做 選舉行區域有沒有,這個舉行區域 用這個,好,我們來試看看喔 舉行區域 點了之後呢,你的游標會變成十字 好,變成十字,所以你就從你要的地方拖曳到這邊 這樣,就結束了 好,就結束了,好,這樣就抓進來了 那麼抓進來之後呢,其實它上面就有提供你一些比較方便的工具來使用 比如說,欸,我希望 像,我現在在Word裡面常常大家都會有什麼 會用這樣去框,對不對 好,這樣去框啊 這個它裡面都可以用 你的粗細,還有你的顏色 都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好,再來呢 我最喜歡用的就是它這些箭頭 因為這些箭頭比你在Word裡面用好多了 Word我們用那個繪圖工具嘛 所以像這個箭頭,欸,比如說我要拉 拉拉拉拉拉到這裡 我用這個關鍵字搜尋的,它這個是可以像這樣子的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好了,你就不要客氣,直接複製 就貼過去就好了 這些內容就在裡面了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存下來 直接儲存下來也是可以 就變成一個圖檔 好,變成一個圖檔 那麼今天你抓完這個畫面之後 你可能還要再抓其他的,對不對 所以我來這邊 好,假設我還要抓這個畫面 那我就再來這邊繼續抓 好,把這裡抓下來 OK 那麼我們用Windows的內建簡附 最麻煩的就是 你如果剛剛是這個 再抓了一次 請問剛剛還在嗎 不在了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它這些都還在 只要你沒有關閉它就都還在 就使用上你隨時可以再抓回來 好,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另外呢,如果說 有某些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你在打帳號密碼 還是說有些人民 你是不是要稍微處理一下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選取工具 跟我們剛剛在Photocap一樣 你把重要的地方選起來 這裡就有馬賽克 不用進到那種影像處理完 你這邊就可以簡單處理完 你把它馬賽克一下 這樣馬一下就看不到了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處理完 就還蠻方便的 那它呢 當然你要調整大小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原則上主要 各位最常用應該是抓圖 那麼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各位也會用到的是在這裡 如果你今天 這個 這個網頁有時候是會比較長一點 有時候你要做報告的時候 我要抓比較完整的啊 那你要像剛剛那樣 你不知道抓好幾次嗎 其實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 這 卷動視窗 有沒有 卷動視窗 那你只要告訴它 你要抓哪一個視窗 好,我要抓這個視窗 有沒有,移過去之後 它會有出現這個 按一下它就自動把你卷 就全部抓完 那你可以自己來決定 是要整張留下來 還是你要再抓其中其中一部分 都可以 反正你就是不用在那邊 拼來拼去的就對了 你看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有沒有完整的頁面就抓下來了 不過 捲動視窗 我比較建議各位是用IE抓 因為你用IE抓 它一般來講就是比較順暢一點 如果你用的是那個火鍋 或者FIREFAST 那個Google的話 有時候可能沒有捲到 好,這是它的缺點 好,它的缺點 但是你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你有需要 某一個畫面的 你一樣用剛剛那個選舉工具 你可以再做什麼 再做裁切 把你要的部分 把它切下來就好 這樣沒問題吧 好,很簡單的一個使用工具 雖然它,事實上 我用的不只是這些啦 包括它也有什麼 你看我在螢幕上常常畫來畫去的啊 那邊放大縮小啦 我不是用它 但是它也有這樣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它也有這個 你看我把它放大一點吧 這裡 你看它也有這個叫做 白板有沒有 這就是在螢幕上寫字的 另外呢 放大鏡這裡也有 這些都是各位 你可以參考的一個 有一個 的 一個 不 有一個 一